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十個月十十個月的訪問新聞 一共一百 還有很多農家以及住宅店 在後北國體的鐵電区正式燈開 今年 有來自來過超過四百間的槍箱 一千兩百的島圍 在京東亞電視科技化的農業機械 還有這麼多農民所需要的住宅 以及管來農家的鐵石典型 館長李晉雄表示 因為欠港和天前載家的狀況變多 所以必須要引進到地区科技來協助農業和農民的措斷 希望大家直接參觀電腦的東西 可以感受科技對到農業的幫助 拿清楚叫賣歌的業者和看起來真實用的企固 並參觀民眾的注意 來告訴各種農家以及住宅店 無論是不是農民 都可以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有的對 有的用的對 有的也是用的對 有的我們自己去過分 我們也是用的對 我們看我去年來也有買 我去年來也有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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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會去年 多減啦 有時候當然是會買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科技的東西 你覺得有什麼 有的沒有使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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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幾次 已經基盤十三年的農家 以及住宅店 不僅等於後衛高鐵 在地上庫進行 有這麼年來參加 沒有帶來新興的設備 也讓大家看到未來的發展方向 農民來看 他們覺得說 原來我需要的東西就在這裡 對 算是一個很好的良性互動平台 AI產業來講 其實它的投資金額 跟它的研發費用 是非常非常的高昂 所以我們還是在這邊呼籲的就是 希望政府能夠多投入一些 輔導的政策 無人家來噴農業 在今各種的經濟還是選擇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社會的機械 因為農業必須隨著 流進步和改變 很多農業以及住宅店 將進行到10月22日後 超過四百經驗手上 一千兩百的大尉 要讓大家看到農業的發展 感受雲林對農業的重視 記者靈依靈 蔡芳報道